義大利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容易被騙了 就是在 附近 就是因為那邊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去義大利玩 然後就是剛好 他在火車站附近 就是看到一些那個 路邊有些人在表演之類的 那就是街頭藝人 然後他們在表演 當然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好奇地去看一下 他們在表演什麼 那就是看了一下 然後旁邊有一個人就說 拍照 幫你拍照 幫你拍照 那就是說好啊 然後他以為就是哪一種 就是你拍完照 你還可以看一下 你要不要這一張 或是這一張的 這是正常的吧 對 我自己挑 對 你自己挑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看 或是你要不要買 然後那個朋友說 好啊好 然後就跟著他拍 然後拍完照之後 他就覺得 贏出來的就是那個 Polaroid的那一種照片 他就不好看 然後就說 不要不要 我就走了 那個人就抓著他的手 說不行 不行 不行 好可怕 不行 然後我發現說 我要走 不行 不行 你要付錢 你要付錢 他就是不要付這個錢 那個人算他多少 一張照片 500塊台幣 好 好貴喔 好貴 後來他跟他買了兩張 我就是這樣啊 好幾難過啊 我覺得這樣就除了那個司機以外 對不對 我們就是跑去米蘭 然後一從那個地鐵出來 就看到那個大教堂 然後你知道 我做了一個非常 很明顯 我就是 擺明就是遊客的 我一走出來 我就這樣 哇 然後就拿這個相機這樣 哇 這樣 然後突然之間 然後旁邊的歌子都 哭哭 對 他在哪兒都哭哭 然後旁邊就突然出現了三個 就是高大 比較瘦的 肚立這樣 然後就突然出現 喂 什麼意思比較 你這個還要這樣嗎 真的 就是三個很瘦的肚立 這樣 三個 然後你就 你就覺得他不是 就不是義大利人嘛 然後就很 Friendly這樣過來 就說 Where are you from You know We're friends 什麼什麼一大堆的 然後就講說 嘿 我要給你那個一個 手環 就是那種手邊的手環 這樣 我還在那邊講說 我還在那邊講說 不用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就說沒有 這是我們的友誼的展示 什麼的 他就已經 很快就把它鎖起來了 然後鎖起來之後 然後立刻臉就變囉 然後馬上也是一樣 就是開始擋住我 然後就說 嘿 五十塊 五十塊 這樣 我就說 五十塊歐元 對 五十塊歐元 天啊 然後我就突然 三十六 妳去 對 我那時候就想說 妳是講真的嗎 我還講說 Are you kidding 這樣 他就說 No Come on Come on 好可怕喔 然後就擋住我就不讓我走這樣 然後也是一樣 他準備要拉我 結果我眼睛 旁邊也看到 有另外一個人正在被 另外一個 獨立 就是 為什麼 那是我 我跟妳講 真的就是另外一個獨立在威脅 好多獨立們 好多獨立 你這個不要放在心上 但真的要講一件事 你就是說 我們去法國跟義大利 對 真的都是黑人在騙人 對啊 真的啦 我們講真的 可是他不是 他可能不是美國黑人 他可能是 對 而且他沒有戴帽子 沒有戴帽子 對 一千塊 好 他們真的就是類似這樣子 就是會拉著你 然後不然就是不讓你走 然後另外一個人 在被騙那個 獨立的錢 然後我在這邊 就是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身上沒有帶錢嘛 最後他不讓我走 是因為 我覺得我 我好像 怎麼尖叫 沒有人要幫我 對 對 所以我們義大利人 有一半的人 是很怕他們 一半的人 對 然後有另外一半 是兇他們 那等於你們都會怕他們 我們怎麼辦 對啊 對啊 所以後來我最後是因為 我剛剛講說 我沒有什麼錢 我只有零錢 他說 就給我 很兇 然後我就 像那種驅魔一樣 你知道 我就把他身上所有零錢 這樣 給你啦 這樣殺給他 對啊 他就變很緊張 沒有去撿 但其實加起來 我的所有的零錢 加起來大概是三十塊歐元 還是很多 對啊 還是很貴 很貴 那你是算怕的 還是算會罵他們的 我算怕 所以我他們後來也就 你怎麼會問他呢 他的個性 你不得了解嗎 對 我從小 因為我從小也是被弄 就是大概小時候 還沒有滿十八十六歲啊 就被他們這樣啦 然後我就從那邊 以後我都怕 所以我 我都給他 我都... 我都不會 不要再欺負杜利 像我自己遇到是 我跟幾個朋友 然後去法國的紅魔坊 然後我們有點去找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旁邊找個地方坐 我們就找了一個 像咖啡廳一樣的小酒吧 因為旁邊開的也不多 大概才下午四五點這樣 我們就去坐在裡面 我們是第一桌客人 然後我們的直覺就覺得 法國的紅酒很便宜 所以我們也沒有看菜攤 我們就直接說 那就給我們三杯House wine 因為我們都覺得 House wine應該是最便宜 對 House wine應該是最便宜的 大概就在十塊 十出頭塊 差不多這樣的價格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聊啊聊啊聊 好險我們沒有點其他東西 因為等到我們要結帳的時候呢 一開始我們點餐 是一個金髮的美女生才很好講 所以反正女生看到女生也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警覺 等到要結帳 拿那個帳單來的是一個 就是比較壯的男生 一杯紅酒三十五歐 五杯 一瓶 好幾瓶了 House wine一杯 一杯 一杯三十五歐 三十五乘以三十六 你自己算看看 你是不是懶得算 所以我們上個女生說 這是什麼錢 一杯大概要一千兩百多塊台幣啊 我說這個紅酒怎麼這麼貴 等到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呢 什麼 他公務專家 你怎麼算那麼快 然後我們在啊的時候呢 我們突然發覺 其他桌的人轉頭看我們 其他桌的人 突然做了很多桌 然後也都是壯壯的 我們在想說 難道這些是他們的就是裝腳嗎 因為我們剛坐下只有一桌 我們也沒有發覺說 我們也沒有發覺說 怎麼突然旁邊多了兩三桌 然後等到我們說 蛤 然後其他桌的人轉頭看我們 然後都是那樣子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那 我說付了吧 付了吧 我們就走了 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心裡想說 好險我們沒有叫十五 因為光一杯紅酒就要三十五歐 如果我們再叫個popcorn 再叫個什麼 什麼洋芋片 可能那一桌我們沒有個一百歐 是出不來的 三十五歐真的太酷了 很貴耶 而且在法國耶 很少一杯耶 那個比水還便宜的地方 一杯賣我三十五歐 有沒有說 美國其實我覺得也很多 也很容易被當肥羊仔 美國的 還有棒球場售票孔 還有任何售票孔 對 售票孔 這個是沒辦法的 這個是沒辦法的 就是要注意 怎麼這樣沒辦法 因為你看到很多高大的 像我一樣這麼高大的 真的 像我一樣這麼瘦的髮 你也會跟他買票啊 我們很喜歡 不是 不是這樣子我跟你們講 就是因為就是曾經有一個台灣男生朋友去美國 那基本上台灣的男生都很愛看球賽 對 特別是如果你去美國 你一定要去一個男生的 一定要去看 就是一定要的有沒有 不管是籃球 或是棒球 或是什麼的 朝聖 一定要去看的 然後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到了美國之後 都跟我說他要去看球賽 然後我跟他說 你最好你上網路看一下那個票有沒有賣完了 對 結果他到了場地呢 他就是捧到一個白人 他說我們今天已經沒有票了 已經沒有票了 但是我朋友就想說 我就剩下這麼少的時間 我一定要去看 我就是今天心疼的就是要看球賽啊 我飛過來做十幾個小時 我就是要看 對 貴一點也值得 對 貴一點就值得 然後他就買了一個票 然後很開心 也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 他那個班子就 滴滴 他說 不行 假的票 他朋友說 我剛買了 滴滴 不行不行 他買的只是假的票 那就回去找那個人 天啊 也找不到 人家都不見了 他就收好他的錢 而且這個人 他花了三倍的價錢 為了要買這個球 三倍啊 就是要因為在羅山雞 因為那時候 一般正常的票價多少錢 就是要看球賽 要看是哪一隊 對 看位置 對 然後看位置什麼的 那就是剛好那個時間 他要去看的是那個 雷霆隊 是雷霆隊嗎 雷霆隊嗎 雷霆隊 雷霆隊 因為在虎人隊 就是有時候就是 那時候真的是忙 很忙 很忙 現在不怎麼樣 現在不怎麼樣 那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是想要去看 但是他花了三倍的價錢 誇張喔 都是假的票 超級生氣的 那人也找不到啊 你說的那個是LA嗎 對啊 對啊 其實在紐約 我之前就有聽說 紐約的那個計程車司機 他們自己有一個共識 就是只要是從機場 要接的遊客 一定要挑日本人 為什麼 因為他會給日本人 有一個特別的價錢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從機場到市區啊 如果是跳表的話 他們就是會直接收日本人 誇張到 大概四百二十五塊 美金喔 四百二十五塊 買機票 可以三十 妳自己去算算 妳要幾千都可以 出來對不對 但重點就是 一萬多塊台幣 OK 然後他們說 為什麼呢 是因為日本人永遠都會 因為他們才剛下飛機嘛 剛出來 他們那個貨幣算的那個 匯率不知道怎麼算 日本人數學比較差 他們永遠都會在那邊 然後就開始自己在那邊講說 可是這感覺很貴耶 然後那個司機軍會說 來吧 一樣 然後他們就會那種出來 對 他們就會那種 心甘情願 但是一定會負 我以前跟朋友一起去紐約的時候 那個機場那邊有一個 美國人嘛 然後他們跟我說 機場應該不只一個美國人 對 一個司機跟我們說中文 他們說妳想去哪裡 中文 中文 對 他們跟我說妳是 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對 我跟他們說日本人 妳們會不會說日文 他說一點點跟我說日文 然後我後來跟他說多少錢 他說 是不是 都是三百幾票耶 妳遇到這種美人 我先跟妳做個道歉 妳下次要去美國的時候 沒有關係 我們找個時間 那我跟妳說 我在美國 我有四棟房子 然後還有兩台車 妳要去美國我都會賺一家 是不是 而且都是免費的 好累喔 電梯那個公告就是貼給妳的 我們在聊天耶 我們在聊美國的 你手在幹什麼 我就是不想讓他 就是後悔覺得美國人都是這樣 不要讓他難過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 我們在聊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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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け加班 在聊天 persecution 感谢观看